美西时间3月13日据乔报记者宋家子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召开新冠病毒主题记者会 他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将方便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根据斯塔福德灾害救援和紧急援助法 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灾难资金并派遣支援队伍 据了解1988年11月生效的斯塔福德灾害救援和紧急援助法 旨在令联邦政府在灾难发生时 向州和地方政府共有序和系统的协助 紧急状态宣布后 联邦政府将有数百亿美元资金可以运用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将向各地政府提供额外物资 建立临时医疗设施 各州政府可以要求联邦政府分担75%的应急人员 测试、医疗设备、疫苗等开销 据美国疾控中心最新消息 截至3月12日 美国新增414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1678例 累计死亡41例 此外至少24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